第六十七集 破链下 似曾相识 在寒历堪堪破开云鹰上的一根锁链时 据黑风海域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某片沙漠大殿中 端坐殿内漆黑大椅子上的枯稿男子 突然神情微动 双目缓缓睁开 露出了一双仿佛蒙着一层阴异的浑浊眼珠 其周围铺满整个大殿的青黑色锁链 立即如同鹅毛一般的离地悬浮 纷纷发出颤鸣之声 其周围铺满整个大殿的青黑色锁链 立即如同鹅毛一般的离地悬浮 纷纷发出颤鸣之声 男子面露一丝沉淋 随即冷笑一声后 便没有了其他的动作 双目重新缓缓地合上 大殿之内 所有的锁链安然坠地 再次变得寂静无声 吴蒙岛四合小院之内 韩丽的双目紧闭 正全心催动着银色光丝 朝着第二根的漆黑色锁链上缠绕而去 这时 他的眉头忽然不由的一触 十海之中 也荡漾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他隐隐感应到 自己方才砍断了第一道的锁链之时 似乎隐隐地触动了 链条另一端的某个恐怖的存在 这让他的心神不由得一阵地紧张 生怕丹田之中 再像上次一样 凭空生出一根新的黑色锁链出来 不过 好在过了许久 远鹰之上都没有出现任何异状 他才稍稍的安心了几分 又将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了第二根的锁链之上 只见他的法力 与星辰之力凝成的银色光丝 根根攀附而上 很快也将第二根锁链包裹了进去 锁链表面立即像之前一样 丝丝支撑大起 冒起黑烟 旗上的黑色金光也开始消退起来 不过相比前一次 这次黑光消退的速度明显要慢一些 相对的 韩丽那银色光丝的消耗也就变得更多了 一时间竟有些僵持了起来 数日之后的一个夜里 四河小院中的银色光柱轰的一声炸香 化作点点的荧光消散开来 韩丽双目缓缓睁开 望向坐在对面的地支化身 眼中闪过一丝脾胃之色 经过几日的不断消磨 第二根锁链上的黑色符纹大量的消耗 最终被他用神念巨斧连辟了数十斧之后 也断裂了开来 不过经此一遭啊 韩丽体内那点微薄的法力和地支化身 以信念之力转化而来的法力 也都消耗殆尽 只能够暂时停了下来 看来是一场持久战啊 韩丽喃喃叹息一声 翻手取出了一颗丹药送入口中 闭目瞧息起来 在其身旁 一脸平静的地支化身 盘膝静坐 浑身亮着蓝蒙蒙的光芒 缓缓地吸收着乌蒙岛各处石像传过来的信念之力 与此同时 云浮界 万里高空之上晴空蔚蓝 到处都悬浮着一团团 形态各异的巨大云团 在气流的吹动之下 时卷时疏 聚散不定 随着太阳在高空中 位置不断的移动 阳光射出的角度 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使得其映照的 团团白云的颜色 也随之发生变化 显现出青蓝黄赤 等不同的颜色 一片形如五彩鸾缝的巨大云团下方 横握着一条长于千里的清脆山脉 山势为夷 如同蛟龙蛰伏 气势颇为不俗 而在山脉的正中处 一座高于千丈的孤峰 独秀一枝 以远高于周围 其他山峰的姿态 傲然独立 其山脚至山腰处 植被茂密 一片生机盎然之色 而耸入彩云之中的封顶 则是植被稀疏 到处都裸露着白色的岩石 在封顶之上 修筑着一片宽广的白色广场 广场后方临近悬崖处 则筑立着一座 气势磅礴的金色大殿 此刻 在大殿之内 正聚集着数十名 身着各式服饰的修士 一个个仿佛 世俗朝近的官员一般 神色恭敬地 分裂在大殿的两侧 这些人当中 既有蝶帽老者 又有妙龄少女 既有中年儒士 又有粗犷大汉 无一例外 全都是大成其修士 此时 在大殿正中的主座上 正坐着一名身着黑色浸装的青年男子 其看起来不过二三十岁的模样 相貌俊朗非凡 眼神 灵力异常 却正是被派往云福界平息寿朝的方盘 方先使 在凤仙门和卓延宗两派合力之下 东流大陆和西川大陆上的 诸多修士门派合力清扫 已经将那里的寿朝 完全压制了下去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肃清了 一名身着灰白道袍的长须老者 上前一步 对那黑衣青年 恭敬地说道 对于来自于仙界的这位仙史大人 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敬畏之心 一方面是因为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其行事风格太过狠辣果绝 自从其到了云福界之后 便雷厉风行地发布了多项措施 以应对寿朝 其不但要求各大宗门严格执行 还亲自行使监察之责 殿中几大宗门的庶民长老 就曾因办事不力 被其果断地出手给斩杀了 不过 大殿中的人呢 却都不会因此而对这位方仙史产生半点的怨怼之念 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不敢 另一方面呢 却是因为此人在对付寿朝一事上极其认真 甚至比他们这些云福界之人还更加上心 他们都曾多次的亲眼见过方仙史 以一人之身杀入到寿朝之中 将树头隐匿其中最为凶悍的母兽斩杀 方盘听完此人的汇报 微微点了点头 正于开口说话的时候啊 腰盘却突然有一团黄光亮起 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嗡嗡之声 他神情微微一变 从腰间取出了一块圆形的传讯法盘 神石一动 便朝其上扫视而去 片刻之后 他的脸色就变得有些阴晴不定起来 最后更是彻底的阴沉了下来 殿中之人见状一个个紧张不已 连大气也不敢出 收起法盘之后 方盘看向殿中所有人 低声喝道 你们所有人立即动身 命令所有的宗门出动全部力量 务必以最短的时间将两块大陆之上的寿潮余孽 给我清扫干净 伪者杀 众人文言 皆是震惊不已 却也不敢有丝毫意义 纷纷领命退出了大殿 不一会儿 整座大殿就变得空荡起来 只剩下了方盘一个人 他翻手取出了一只半透明的白玉瓷瓶 将其举到眼前 看着里面那一滴沿着屏蔽 慢慢滑动的金色精血 喃喃自语 就算你能解开格缘法链 又如何 既然你已回到仙界 凭着最后一滴精血 我便能找到你的确切位置 只待此前事了 我就回去亲手将你措骨扬灰 这次必叫你神行俱灭 说到最后 他们语间闪过了一丝争吟 眼中更是流露出了极其银狠的神色 时间如同白鞠过细 很快便是一整年过去了 这一年时间里 乌蒙岛上几乎每天夜里 都有银色光珠 从夜空垂落岛中 岛上还不时的会有阵阵的异动响起 所有的岛民都知道 这是他们乌蒙岛的那位庇护神 在闭关修炼的缘故 一开始他们还有些不适应 但是后来时间一长啊 也就逐渐的习惯了 反而哪天没有了异动 他倒觉得睡不安稳了 然而今日夜里 岛上的动静却着实有些太大了 几乎整个岛屿都在一直的震撞个不停 就连岛外附近的海域都受到了影响 涌起阵阵的滔天巨浪 许多岛民无法安眠 便纷纷来到了岛屿各处的祖神雕像前 诚心祈祷起来 而此时 在岛屿中央的那座四河小院中 一袭轻易的寒厉 正盘膝坐在一片银白星光之中 双目紧闭 满脸的凝重神色 在其身前 相对而坐的地质化身 周身也正亮着水蓝色的光芒 正将体内的信念之力 尽数转化为法力 源源不断地度入到他体内 此刻 在寒厉的丹田之内 到处都充斥着银白色的星辰之力 一个金色小人就悬浮在那白光之中 原本从其身上探出的八道七黑锁链 此刻已经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根从其小腹部位 延伸而出的 几乎实体的青黑色的锁链 这根锁链 正是之前其余八根锁链 全部崩毁之后 凝结成的最后的一根锁链 寒厉借助大阵 以星辰之力和法力 对其上的黑雾金光 消磨了整整三个多月 才终于大致地抹出干净 使之露出了本体 随着寒厉心念移动 一柄由神念之力迎接而成的 金银巨斧 立即在丹田之中浮现 诸然抬起之后 重重地朝着锁链皮卡了下去 轰的一声 仿佛一道惊雷在寒厉的丹田炸下 只见那柄神念巨斧 高高的倒飞而回 化作了丝丝金光溃散开来 而那青黑锁链之上 却是光洁如初 没有半点的痕迹 寒厉面色不变 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 会有此状况出现 其口中低喝一声 体内所有的法力 立即鼓荡而出 将丹田内的所有行神之力 吸纳到一起 凝聚成了一只荧光手掌 一把探出 抓在了锁链之上 与此同时 在炼神术的运转之下 他的石海之中 也掀起了狂风巨浪 磅礴博的神石之力 狂涌而下 冲入丹田之中 静止化作了一道 精英巨手 也是一把 抓在了锁链之上 两只巨手握紧之后 寒厉立即奋力一拉 黑色的锁链 苍朗朗的一响 立即绷紧成了一条直线 一阵的剧烈疼痛 也随之从猿鹰之上传出 他牙关紧咬 催动神石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丹田 同时 两只巨手 毫无松力地 拼命拉扯着 然而 紧绷的黑色锁链之上 虽然不断地响起 蹭蹭之声 却是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 就在此时日 青黑色的锁链之上 突然亮起了一股 青萌萌的光芒 一眉眉细小的 青黑色符文浮显而出 荡起了一阵 诡异的法则波动 寒厉只觉得 握在锁链之上的 两只神石所画的精英大手 同时受到一股 强大的吸力 不论是法力 还是神念之力 都随之开始快速流失 仿佛都被拉入到了 锁链之中 封印了起来 他心中暗暗一惊 双目豁然睁开 心眼一动 抵制化身 手上的法觉一变 双手同时指向 他的丹田处 紧接着 一股水属性的法则之力 立即冲入到 他的丹田之中 化作一片蓝色光芒 朝着青黑色的 锁链之上覆盖而去 将其给包裹了进去 只见锁链之上的 黑色符文 立即被蓝光阻隔 其上传出的诡异波动 也顿时减弱了下来 就在这时 韩丽眼中光芒骤然一闪 其身躯之中 顿时传出了 震震轻鸣嘶吼之声 只见树团金光 从其体内一飞而出 绿意闪动之后 直接幻化成了巨猿 彩凤 雷鹏 孔雀 等数个巴掌大小的 萌萌虚影 在他的四周 略以盘旋之后 便再次一个模糊地 冲入到了他的丹田之中 树道虚影冲入之后 立即是光影拉长 也纷纷化作了一只光芒闪烁的大手 死死地握住了青黑色的锁链 韩利忍受着巨猿之上 传来的撕心裂肺般的剧痛 口中发出一声爆喝 丹田之内树枝大手 立即是光芒大作 同时发力 将锁链向外拽出 一阵仿佛激阔转动般的声音 不断地响起 在这股势不可挡的 蓬勃力量拉扯之下 青黑色锁链之上的黑色符纹 终于开始接连爆裂 被一寸寸的从他的原因中拉了出来 锁链方已离开原因体内 立即如同活物一般的剧烈扭动了起来 由不肯罢休的想要重新给钻回去 韩利冷哼一声 丹田内握住锁链的树枝大手光芒一闪 重新变做了巨猿 彩缝雷蓬等虚影 一个个或是手拉或是口弦 硬生生拽着青黑色的锁链 从他的小腹处穿了出来 那条穿出韩利体内的锁链 看起来只有耳臂粗细 长也不过是杖续 表面的黑色符纹已经是所剩无几 但其上仍是有阵阵不弱的法则波动 不断的传出 韩利健壮立即翻手取出了一个 早已经准备好的银白玉盒 将锁链一把抓起之后 放入到了玉盒内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盒盖被死死的扣住 紧接着韩利又取出了一道银色符路 往玉盒上贴了下去 只见一道柔和的荧光 从符路上一闪 就将整个玉盒给包裹了起来 同时也将盒内锁链的气息彻底封禁 切断了其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做完这一切之后 韩利这才真正的大松了一口气 冲着身边盘旋不定的树道虚影 略意招手 那些真灵光团就立即飞入到了他的体内 消失不见 这时 韩利只觉丹田中升起了一股暖流 并不如何强烈 却有着一种意味难明的熟悉之感 这时 他略意惊疑 深时重新沉入到了丹田 就赫然的发现 之前一直陷入沉睡中的金色小人 已经转醒了过来 正睁大着双眼扫视着周围 其身上的金光显得有些暗淡 似乎也是因为之前的变故 受到了不小的损耗 而此刻在其身下 睁亮着一圈圈如同浪花般的青色波纹 看起来就如同一眼 正在鼓鼓朝外冒着水花的泉水一般 韩丽知道这正是他被封印良久的法力 虽然看似温和微弱 却已是一汪活水 用不了多长时间呢 就能够一满整个丹田 原因的封禁解开 韩丽心中一大块的阴霾 终于是得以扫除 他缓缓睁开双眼 仰头望天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心中啊 是畅快至极 数日的时间一晃而过 四河小院周围的银色大帆早已撤去 韩丽的身影却始终没有走出远落 这一日中午 乌蒙岛上忽然有一道顿光 急速冲入高空 几乎只是一个闪动 就已经飞到了天边 以至于岛上不少的人 虽都有所感应 却无一人看清 那道顿光飞到了距离乌蒙岛 颇为遥远的一片无人的海域 光芒骤然一致 从中啊 现出了一道人影 其身着青色长衫 体型高大 相貌普通 自然是韩丽本人 此刻 他身上的衣衫迎着海风烈烈坐下 浑身上下流露出了一股令人惊异的强盛气息 赫然已是真仙境初期的修为了 说起来呀 当日他发觉丹田内有暖流回流的时候 本以为呢 是法力在逐渐的恢复 可直到今日全部恢复之后 他才赫然发现 体内蕴含的已经不再是法力 而是更为精纯的仙灵力 大喜过望之下 他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思 一顿之下就来到了此处 只听他口中发出了一声畅快的笑鸣 周身之上荧光一闪 一片璀璨的电芒顿时透体而出 将方圆数百丈的范围都给笼罩了进去 只见漫天的银色电弧弹跳不已 在海面之上疯狂窜动 有的甚至从百丈的高空之上 射入到海水之中 海面之上顿时如同沸腾了一般 掀起了数十丈高的滔天巨浪 韩利健壮忽然一探手 从胸前摘下了那只墨绿小瓶 当空一抛 只见小瓶之上绿光大作 迎着海风滴里流一转 就木然一闪的在空中消失不见 下一刻海面之上突然狂风大作 一片片五彩凌云翻滚着凭空出现 轰隆一声晴空之中骤起惊雷 一个遮天蔽日般的巨大瓶口 如同蛟龙探手一般 从凌云中浮现而出 只是朝下微微一晃之后 便有无数的墨绿色符纹从中一喷而出 只见这些符纹在飞出瓶口的一瞬间 就立即化为一团团的青色雾气 纷纷的暴力开来 刹那之间 整片海域之上 就被一股佩然无比的法则波动 给笼罩了进去 继而又是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周围整个虚空都随之微微一震 方圆数百丈内的空气顿时易紧 无数的银色电弧立即飞快收缩 朝着五色凌云之中凝聚而去 紧接着 海面之上也开始翻腾起了更加剧烈的滔天巨浪 一股股粗如晴天巨柱般的海水巨柱 如同蛟龙腾空一般 扭曲着身子朝着高空中汇集而去 然而无论是雷电还是海水 无论数量如何庞大 但凡靠近平口附近千余帐内就纷纷一阵的化为了坟墨 全被一股无形犀利一息殆尽 不过片刻的功夫 漫天的银色雷电就已经被完全吸入 只剩下了数百道巨大的水龙卷 还在不断的朝着高空中涌去 韩丽剑子脸上闪过了一丝若有所思 接着他抬手一招 天空中的五色凌云顿时一阵的模糊 逐渐的消失不见 只剩下了一个绿色小瓶从高空中徐徐落下 与此同时那些已经腾入高空中的海水 失去了力量的牵引 顿时一散纷纷砸落而下 顿时又激起阵阵的百丈巨浪 久久不能平息 收回小瓶之后 韩丽拇指指腹轻轻搓动着瓶身之上的叶状花纹 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一时间呢 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半晌之后 他才突然脸色怪异的喃喃自语 既然已经有了仙灵力 那就试试再说吧 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回忆呢 说吧 他丹田之内立即涌起了一阵热流 五股仙灵力顺着体内的经脉流转而出 从他手心中快速的灌入到了小瓶之内 只见他的手心之中 顿时亮起了一片茉莉光芒 一开始还有些暗淡 但是很快就变得明亮起来 伴随着小瓶光芒逐渐大放 整个瓶身也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 片刻之后 那光芒就已经透射开来 如同一轮绿色焦阳一般 将大半的海域 都映成了翡翠一般的翠绿之色 随着小瓶的光芒越来越胜 那股震蝉之力也变得愈加强烈 仿佛要挣脱韩力的手掌 飞断而去一般 就在韩力觉得几乎无法握住小瓶的时候 瓶口之中 竟然翠光幕着一闪 从中喷出了一大片的墨绿色的符纹 韩力见状眉头微微一触 立即仔细朝着那些符纹看去 只见那些符纹 是一段金传文所画的咒语口诀 悠悠的浮在绿光之中 仿佛玉石雕刻出来的一般 从中传出振振的奇异的气息 韩力看着这些口诀 脸上的怪异神色愈加浓重起来 忍不住黑黑一笑 果然是似疼相识啊 看来失去记忆之前 我早已经做过类似之事了 说吧 他便也不再迟疑 手指在平身之上一抹 那些墨绿符纹便骤然化作了一道青色 流回到了小瓶之中 紧接着 韩力抬手将小瓶高高的一抛 嘴唇清起 按照之前的咒语默默的念动起来 与此同时 他抬起手指冲着高空中的瓶口摇摇一指 继续朝着小瓶之中灌入仙灵力 随着他口中一句句神秘咒语的吟诵 周围海域之内的天地元气 似乎都被调动了起来 以一种十分奇异的波动 与之遥遥呼应 一层奇异的青色光幕 如同一个不断长大的青色光球 缓缓地朝着四面八方推移了开来 将方圆数百里的范围都给笼罩了进去 与周围隔绝开来 就在此时 韩力身上忽然有一道水蓝色的光芒 不由自主地挪移而出 在他身旁不远处画出了一道人形 却正是他的地之化身 只见其头顶之上蓝光闪烁 浮现出一缕缕纤细无比的蓝色丝线 从中传出阵阵明显的法则波动